Lets Unbox! 我是Dong! 今天我們開一個爆片系列究竟是甚麼夜事故呢? 試完就是昨晚當我們熟睡期間,可能我自己早睡吧 在美國那邊就公佈了Marvel Superhero 即是Adventure第四集的正式Trailer出來了! 哇! 由於昨晚太早睡了,所以就看不到 不要緊,現在很早而已,我剛剛早點起床 就是為大家去看Adventure 4的宣傳片 我自己都未看的,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驚天動地的Trailer 究竟上集死了英雄,今集怎樣出來呢? 好了,畫一個破壞的Iron Man的面具 你痛點,Stark Aimus Bunsen 如果你找到這個錄影,你別感覺到這 電場是Lafred的東西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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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宇宙那些 四天已經斷水斷糧了,怎麼辦呢? 明天還要消耗氧氣了,這麼淒涼? 好淒涼喔,這個開放已經很淒涼喔 辣椒仔可不可以跟他結婚呢? Marvel Studio! 十周年了 哇,Pheynos很厲害 Pheynos是規格嗎? 好,Pheynos已經實現了計劃了 只要一算,一半的人類就灰灰燃燃了 今集賣點應該是看他們如何復活吧 你失敗朋友 你失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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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敗自己 你失敗了 嘩! 鷹眼喔,這麼厲害啊 神經病 Natasha Anne Avengers 那是前面的 那是我,你可否把我放進去? 嗯,2019年4月 不過,其實就快了 不過這條trailer就好像帶出的訊息有點模糊 不知道是不是阿都自己不熟悉的那些Marvel的東西 我就覺得有點模糊 因為上次Adventure 3的trailer就很驚天動地 知道很壯烈,打到瘋狂 那這次就好像那個風格就淒涼一點 說Tony Stark 又斷水又斷糧 又要拍那些好像要遺言那些 那怎樣令到那些英雄復活呢? 我自己估計其實套路就只有我幾個 因為之前就有些眼利的網友就看到那個拍攝場地 就看到美國隊長穿Adventure 1那套制服 那我也猜其實是不是會不會又是那些很老套的 即是穿越過去 找回舊的那些人回來現在 那這些 那其實套路其實都是這些 但是看看怎樣演繹 那還有 最重要的是美國隊長 最後一套 看看他怎樣去交代美國隊長 把他的美國隊長的身份交給 可能是Bucky 可能也是 或者飛鷹那些 不知道 那看他怎樣去交代 好 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那如果之後再有新的trailer出現 也會馬上和大家一起爆片 那記得留意我們爆箱兄弟爆片系列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